最近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研究 是关于狗的品种和性格之间的关系的 文章的题目是 包含祖先的狗基因祖学 对流行的狗品种的刻板印象的挑战 非常难读啊 之所以还是要把文章的题目念出来 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研究 只简单的把它描述为 关于狗的品种跟性格 实在是太粗糙了 今天的科技参考 我就先为你解读一下这篇研究 然后再来看看 普通人对狗的性格的误解有多么严重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澄清一下 人们对狗的误解那就是 狗的品种跟性格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稍微细化一点说呢 人们对狗的误解是有几个层次的误解导致的 首先狗的品种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准确的品种应该是由基因型来决定的 但实际上今天我们对狗品种的分类 几乎全部依赖于外貌特征 所以我们以为的那些品种 并不能用来严格的给狗做区分 其次人们对狗的性格的定义 那是更加模糊的 很多所谓的狗的性格 比如说任性 独立 自信 开朗 冷漠 这些描述本质上是一种拟人化的文学修士 老张所说的独立跟小王所说的独立 在阿花眼里可能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性格 但如果只是做简单的调查问卷的话 他们呢都会归在独立这一个性格旗下 如果就这样粗糙的统计性格跟品种 作为对狗的品种跟性格的科学研究 那就太尴尬了 两个变量都是定义不清无法测量的 所以这篇文章是尽量的把这两个概念定义清晰之后 再进行测量和统计 最后的结论大约是这样的 就算是只统计那些可测跟可描述清楚的部分 也只能说狗的品种最多能解释9%的狗的行为特征 尽管大多数行为特征是可以遗传的 但那些行为特征都跟品种无关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狗的品种跟性格没有什么关系 哪怕是那些可以客观描述的性格也是这样的 其实当品种能影响的比例如此低的时候 再把两个因素拴成对去解释来解释去 就实在是不合适了 接下来我们具体来说说 这个研究是怎么测量品种跟描绘性格的 品种的测量比较明确啊 那就是对DNA测序 测序的狗一共128个品种 2155只 其中一半左右是纯种的 这里的纯种什么意思呢 并不是凭狗主人的描述 而是通过测量等位基因出现的多少来确定的 而描述性格就不如测试DNA 那么有数值标准了 但是呢 也要尽量的把数值量化 方法是定下八个指标 相对于什么自信啊 开朗啊 任性来说 这些指标起码靠谱很多 这八个维度分别是 与人社交 唤起度 玩具导向性运动模式 服从性 激动欲直 与其他狗社交 环境互动 和亲人性 这里有些名词要解释一下啊 因为他们和人们通常衡量狗的性格的维度不太一样 比如说唤起度 它对应了狗的好奇心 但我们并不能直接用好奇心这个指标 因为唤起度里还有警觉的成分 这只跟好奇心的轻重没有什么关系了 再比如玩具导向性运动 也就是说 狗会对无生命的物体感兴趣 而与之对应的呢 就是只对生命个体感兴趣 而对有生命个体感兴趣 其实与一些狼的天性有关 那就是捕猎 再比如激动欲直 也跟普通描绘不同 因为激动可以是被激怒 也可以是极度的兴奋高兴 此外 环境互动的意思包含了 良性互动和恶性互动 比如有些狗 单独在家的时候 就容易把家拆了 还有些狗会把自己的物品 整理的很好 大小便也都收拾的很好 这八个维度 其实都是从狗的具体行为中 抽象出来的 也就是说 对狗的行为提问 然后通过行为来打分 不过这个环节 并不是科研团队观测每只狗 然后得出的结果 而是呢 在每个维度上对狗主人提出十几个关于狗行为的具体问题 通过这种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到的答案 这个环节的规模更大 有18385位狗主人提交了问卷 这样做的好处是 只对事实作答和打分 而不是针对印象作答 于是也比普通人对狗的性格描述更加准确 详细结果呢 我放在文稿中了 有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 有少数几个品种的狗 在狗与人的社交能力上有关系 在与人互动的能力强的品种中 相关度最高的是这几种狗 拉布拉多猎犬 金毛猎犬 美国斗牛犬 西伯利亚哈士奇 在与人互动的能力弱的品种中 相关度最高的是这几种 腊肠犬 吉娃娃 德国牧羊犬 第二个结论呢 就是以品种划定的狗 是没有个性的 只有以个体衡量的时候 狗的个性才会出现 我们通常以为的 大白熊犬沉稳冷静 比格犬不太听话 拉布拉多从不乱叫 德国牧羊犬爱玩玩具等等性格 最多只能在个体层面上下结论 没有一种行为 是某一种品种的狗特有的 事实上 每一种狗都会在各个行为特性上 展现出最显著的特征 和副相的最显著的特征 知道狗的品种之后 对它的行为特点是毫无预测能力的 关于狗是怎么起源的 学术界有很多假设 但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 在几万年前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狼 柴 狐 和人类有了居住区的重叠 也许是更加不怕人的 灵星的几个个体 首先接触到了人 或者是人类首先抚养了这些动物 失去母亲的幼崽 总之 当人跟狗的祖先 一开始走到一起生活之后 就让彼此的生活质量都提高了 人因为有了狗 可以只耗费极低的能量 就能获取大量的体型很小的动物 而且因为和狗住在一起 也能让居所更加安全 而狗的方面呢 因为有了人 可以更方便的顿顿吃到饱 于是再往后 狗的祖先就几乎完全去除了对人的恐惧 也失去了对狼来说必备的凶狠 对狼而言 搜寻 跟踪 追逐 扑咬 这些必须熟练掌握的行为 开始变得支离破碎起来 于是当其中某一项或某几项行为上存的时候 就形成了最初关于狗品种的分类 比如说牧羊犬是追逐加跟踪 这两项行为保留之后的品种 寻回犬呢 就是追逐跟扑咬这两项保留之后的品种 还有一些狗的类型 丧失了以上所有的能力 只保留了看护领地的本能 被用来看家护院 这种依照功能给狗分品种的方法 延续了上万年 直到最近二百年才不是主流 最近二百年 狗的功能性突然大幅下降了 因为城市的出现 让人们的生活不再面临野外的风险 也有了机器替代狗的工作 于是最终很多狗只保留了一个宠物的功能 所以观赏和陪伴的需求 让狗的外貌多样性一切丰富起来 从比老鼠大不了多少的狗 到比成年人还要高两头的巨型犬 从浑身毛发浓密的狗 到浑身一根毛都没有的狗 什么样子的都有 所以如果按照狗的身材 比如说脚踝高度 膝盖高度 臀高等等去区分的话 狗确实也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 而这些行为方式会被误以为是他们的性格 比如说急娃娃 无论如何在奔跑上 那是急不上牧羊犬的 没法指望他们拉车放牧 而且这样体型很小的狗经常一惊一乍 也是由他们的体型决定的 因为对他而言 生活里发生的大部分的事情 都是从头的上方 以笼罩的方式降临下来的 他也因为实在太小了 很容易被人踩到 所以他总是一惊一乍的 狗所表现出的那些所谓的性格 比如说分离焦虑 护食乱咬东西 很多也都是环境驯化出来的 比特犬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关于比特犬的描述 都是凶狠残忍的 但实际上这种狗的诞生 伴随着美国非洲裔黑人 与拉丁裔社区里 好勇斗狠的文化 比如说街头篮球 尽管是篮球 但其实充满了垃圾化和羞辱对方的方式 还有就是没有互聚的街头拳击 甚至还有你一巴掌 我一巴掌的方式互相打嘴巴 看谁最先倒下的另类斗殴方式 而还有一种斗殴方式就是用动物 非洲裔黑人和拉丁人 就会挑选肌肉比较发达的一种狗 互相撕咬 这种狗就是比特犬 比特犬的恶名也就是这么来的 你看比特犬的行为模式 被很多人错误的当作是他们的性格 而所有人都忘了 这种行为模式 而是在主人指挥下的一种生活方式 看完这篇研究 我意识到我们应该用看待猫的方式 看待狗才更合适 今天我们评价猫的性格 基本都是一个猫一个样子 差异很大 不能一概而论 没有人会认为大橘猫 有什么统一的性格 而都只是说 我们家那只猫如何如何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些 猫和狗迥异的性格呢 你可以把想法写在留言区